怎么能让华硕AC86U使用起来更稳定,更流畅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我这三年来使用的一些经验 估计很多同学都有一个疑问 说华硕AC86U这台路由器是不是很容易断流 因为我平时不玩游戏 所以说也没有遇到过游戏断流 但是还有很多人说不玩游戏 看视频也有可能会断流 这个我倒没有发现过 家里人也没有发现过 用起来还是比较稳定的 好,下面说五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给他刷了一个光改固件 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 得有三年多的时间 都没用官方自带的固件 其实我刷固件主要就是为了让它变得更稳定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内存的问题 前面说过了 这台路由器有512兆的内存 现在用了369兆 看上去还剩余143兆 但这512兆内存是不够他用的 官方说是够的 但论坛里很多大神大佬们都说 这台路由器需要加一个虚拟内存 虚拟内存怎么弄呢 需要一个U盘 四个G的八个G的都可以 其实一个G的都够 我用的是一个读卡器和一个TF卡 插在了USB2.0还是3.0的那个口上 具体怎么做虚拟内存 还需要格式化挺麻烦的 另外它这个市场里面也有具体的方法 在这儿就不一一介绍了 总之这个虚拟内存是为了让AC86U变得更稳定 这个512兆的内存是不够的 我多给它加了一个512兆的内存 但是这个512兆使用为0 虽然它不用 但是它不能没有 晓得吧 虽然只用到了371兆 剩余141兆 但是仍然还有一个512兆的U盘内存在那等着它 第二个问题 很多人说AC86U信号不好 或者信号不稳定 其实也有点冤枉它了 我告诉你们怎么回事 AC86U的5GWiFi又强又稳定 但是你需要给它固定信道 不要选择自动 另外它还可以2.4G和5G并用一个名称 这个也要关掉 不要用这种方式 2.4G跟5G要分开 另外设置5GWiFi的时候 要给它固定信道 这个频道带宽 也就是兆赫资 虽然它不支持160兆赫资 我们可以给它固定80兆赫资 或者是204080自动 这个165信道是没有80兆赫资的 选165信道会影响速度 所以在这给它固定80兆赫资 然后信道给它选161 这个信道到底该选什么 每个家情况不一样 可以在手机或者电脑上下一个WiFi软件 看一下你们家能搜到的5G信号 它们都用的是什么信道 跟它们避开 一个是固定频宽 一个是固定信道 然后应用 下面切回2.4G 也是要做同样的设置 一个是固定频宽 这个无线模式可以给它选N 信道也给它固定一个 因为2.4G网络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不太好选 就算你用WiFi分析仪 也是不好设置的 还好我家用2.4G不多 顶多也就电风扇电风锅之类的 用一下这个信道 然后点击应用 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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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的